最末年中尾牙聚餐一拖接一拖 狂唐下渡之后 酒驾几率大幅攀升 根据北市交通局的统计 截至11月 酒驾或聚策遭到扣牌 就达到2838件 道交条例修法更加重罚则 只要酒驾或酒驾聚策 就现场拆卸车牌 你把车辆拖掉到保管场 代驾商机因此大幅成长 安全为重吧 找代驾 生命安全最重要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因为你如果没有找代驾 那你酒驾的话 可能会出事 交通局订定酒后代驾 参考服务费 里程每增加两公里 增加收费不超过一百元 十公里内收费上限 则在一千元 网友两派临场不同 有网友说 这里陈述一千元 是不是太贵了 也有人认为 一千元可以接受啊 叫小黄还要再回去 找自己的车 可以接受啊 你如果说以安全为主的话 金钱就不算什么 北市目前有九家业者 提供酒后代驾服务 业者透露叫车热区 大多在新一区大安区 其中又以热炒店 酒吧KTV为大宗 酒汉而热之际 还是要谨守法规 宁可多花点钱 找人代劳 也不要一时走信 住下大错 记者黄明君草文林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欢迎订阅分享